小薇提到她相信不少人会想起当年《黄珠格格》里面的小燕子 当年赵薇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被观众熟知 并且在娱乐圈障碍了一线女星的位置 如今的她不仅在娱乐圈有一番成就 嫁给黄友龙后 在商业界更是被称为女版巴菲特 如今赵薇可谓是人生赢家 要说娱乐圈的交际达人赵薇相对算一个 她的人脉大到无奈设想 与时的小人物也不容小虚 她和王健宁 康丽 任志强等一众商界大佬干系 自和黄友龙娶亲后的赵薇 看似垂垂淡出娱乐圈 虽然说不经常出现在荧幕上 但她可其实不缺钱 固人不客不及否定 即使她不消盈利 大富豪黄友龙也能养得起她 但作为女强人的赵薇 怎情愿在家过夫太太的生涯 她开端辗转贸易 如今的赵薇成为了阿里巴巴影业的第二大股东 赚了几十亿也不在花下 马云已经爆料赵薇演的小燕子 已经是本身最爱好看的电视剧之一 也异常爱好赵薇 而马云也是赵薇商场上的偶像 因跟着买卖互助及懂得深刻 一来二去 也和马云成为了好朋友 再加之经常在公共场所谋面 干系也越来越好 他们的干系也是越来越甚密 全内人说小四月的干爹就是马云 成长到这份上了 小四月妥妥的新二代富二代 各类光环加深啊 且看她的成就会若和吧 小四月妥妥的新二代富三